综合台湾媒体多家报道 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于21号证实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夫妇将于3月2号到5号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不过岛内也有声音指出 蓬佩奥不是现任美国政府官员 也非执政的民主党人士 并不能代表拜登政府的决策方向 虽然说目前蓬佩奥流露出来 他想要继续参选美国的下届总统 但是他目前没有任何的行政职位 也就是说他对现在美国的政府 拜登政府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力 他影响不了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 所以说利用这样一个人物 捧这样一个臭脚 想要去提升台美之间的一个关系 当然是不可能达到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民进党当局依然邀请蓬佩奥串访台湾 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 他是为了搞大内宣 还想要继续的吹嘘台湾跟美国关系的 一个提升 现在明眼人当然都知道 邀请蓬佩奥提升不了台美之间关系 但是现在民进党当局 掌控了党内的一个舆论 他就可以通过侵略的媒体 网军给带风向 他想要靠这样一个行为 想去拉抬他的支持度 想去巩固他的政权 最终可能是竹篮打水 一长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